爷爷曾经告诉晨晨 如果以后想她的话 就用风筝把信送到天堂 这样她就能看到了 今天虎将带来的这部电影叫做 《天堂回信》 小男孩晨晨从小和爷爷生活在北京 爸爸妈妈都在国外工作 爷爷变成了他生活中的唯一 爷孙俩经常一起出去放风筝 但爷爷的身体已经不如从前 他患有心脏病 晚一会儿就需要休息 懂事的晨晨经常提醒他要吃药 怕爷爷接送他上学太劳累 甚至自己登车让爷爷坐在后座 爷爷是一个退休的邮递员 现在偶尔也会出去送信 这天邮局又给他派了新任务 于是他穿上了邮局工作的衣服准备出发 晨晨吵着要和他一起去 两人来到小区楼下 却发现电梯停电了 收信人住在12楼 晨晨便带着爷爷一层一层往上爬 两人筋疲力尽终于来到收信人的家 结果却发现送错了 原来是同名同姓的两个人 晨晨陪着爷爷穿过大街小巷 继续寻找收信人 找到时却发现这个人已经去世了 他们站在墓地沉默了 这时爷爷把信绑在风筝上 放飞到天空 晨晨问他要把信送到哪里 爷爷说要送到天堂 这样收信人就能看到了 不久后 爷爷因为心脏病住院 晨晨一个人来到医院 接爷爷出院 他来到护士站 说自己带了证件可以签字 护士们看到这个小大人都觉得很可爱 爷爷在病房里也听见了晨晨的声音 他想逗一下晨晨 于是假装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不管晨晨怎么叫他都没反应 晨晨被吓得大哭 爷爷赶紧坐起来 说自己是骗他玩 晨晨生气地走出病房 爷爷回到家赶紧安慰他 晨晨跑到爷爷怀里说 自己不想让爷爷离开 但爷爷耐心地开导他说 人总是会死的 如果晨晨想他了 就把信寄到天堂 这样晨晨想说的话 爷爷就都能看见了 不久后 晨晨妈妈从国外回来了 爷爷带着晨晨到机场接机 晨晨对妈妈没有任何印象 所以当他看到妈妈时 吓得一直躲在爷爷身后 妈妈从国外带回来很多玩具 还给爷爷买了个录音机 但晨晨还是觉得妈妈很陌生 晨晨养了一只荷兰猪 他把荷兰猪看成自己最好的朋友 这天晚上 妈妈想和晨晨一起睡觉 但他想带着荷兰猪一起 妈妈非常不喜欢小动物 还好爷爷及时解围 睡觉时 晨晨喜欢摸别人的耳垂 妈妈却很不习惯 他把晨晨的手拿开 晨晨伤心地转头朝向另一边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 晨晨把荷兰猪拿上餐桌 一边吃饭一边给他喂食 妈妈很看不惯 但这次也没说什么 他和爷爷一起来接晨晨放学 别的小朋友都跑到了妈妈怀里 晨晨却掠过妈妈奔向爷爷 这让妈妈觉得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想带晨晨出去玩拉近关系 并试图说服晨晨把荷兰猪丢掉 但晨晨却非常抗拒 他坐在爷爷的单车后座上问 爷爷你的妈妈喜欢小动物吗 爷爷说喜欢啊 晨晨却说 那为什么我的妈妈不喜欢咱们的荷兰猪呢 爷爷被晨晨给兜笑了 回到家 两人打开门惊呆了 家里已经完全变了样 晨晨在家里找不到荷兰猪 挤得大哭大闹 妈妈这时正把荷兰猪拿到阳台上 但一不小心 龙子掉到了楼下 荷兰猪被摔死了 晨晨赶紧跑到楼下 她非常伤心 哭着说妈妈不是好妈妈 爷爷的妈妈就比你好 她喜欢小动物 听到晨晨这么说 爷爷也觉得有些尴尬 这天吃饭的时候 晨晨故意把空着的笼子提到饭桌上 假装往里边喂食物 妈妈看着也觉得很内疚 于是跟晨晨一起喂食物还道了歉 晨晨这才原谅了妈妈 除夕晚上 妈妈想带晨晨出去吃涮羊肉 但晨晨想在家里和爷爷玩 两人僵持不下 晨晨躲在爷爷身后 妈妈一气之下自己离开 但她又何尝不难过呢 晚上睡觉 她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偷偷哭泣 爷爷不想因为自己影响母子俩的感情 于是提议要单独搬回老房子住 而且她知道 自己能陪伴晨晨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她告诉晨晨妈妈 其实晨晨还是很喜欢她的 她只需要多一些耐心 妈妈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这天早上 爷爷最后一次送晨晨上学 学校门口 爷爷和她告别 并告诉她要做个男子汉 晨晨答应了 转身走进学校的时候还不忘回头提醒爷爷挤得吃药 爷爷听到后忍不住眼泛的泪光 下午放学 妈妈去接晨晨 她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今天爷爷没来 妈妈告诉她 爷爷回老家了 晨晨一听爷爷走了 就立马着急了起来 她不听妈妈任何解释 直接冲出家门 跑到爷爷的老房子门口 此时爷爷正在听录音机里 晨晨的声音 她使劲敲门 让爷爷跟她回家 但爷爷没有开门 只是隔着门安慰晨晨 告诉她自己要坚强 晨晨记得自己答应过爷爷 要做一个男子汉 于是乖乖回了家 不久后 爷爷的生日到了 晨晨用自己攒的零花钱 给爷爷买了贺卡 他和小伙伴一起来到爷爷家 给他过生日 爷爷很开心 带他们出去放风筝 回到家后 爷爷说自己累了 要休息一会儿 于是在椅子上睡着了 妈妈也带着蛋糕 来给爷爷爷过生日 但躺在椅子上的爷爷 却永远沉睡了过去 妈妈带着他们 在爷爷身边点满了蜡烛 以这样的方式送了爷爷最后一程 晨晨大哭了一场 但很快 她想起了爷爷告诉她的话 于是她把信绑在风筝上 将自己的思念通过风筝 送去了天堂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晨晨的董事善良 和爷孙俩之间的亲情 着实让人感动 爷爷虽然离开了 但她对爷爷的记忆 却永远不会消失